苏提达新造型差评 果是宫廷礼服又土又村 弯腰驼北眉王后气质 对于泰国民众而言 君主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甚至是半人半身的存在 但是马哈国王继位后 后宫成了一个妥妥的笑话 几位平民王妃根本没法跟原配比 苏提达虽然是后宫之主 但是时尚品位还是差点意思 需要多加修炼一番 当年的施力极又美又鲜 把泰斯推向国际舞台 苏提达显然有些畏畏缩缩放不开手脚 或许跟他的上位是不无关系 根据泰国媒体报道 马哈国王夫妇亮相 苏可泰塔马提勒开放大学 为同学们颁发毕业证书 本来只是一场普通的例行公路 没想到因为苏提达的穿搭上了热搜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不少人给了这套造型差评 无论颜色还是款式 都已经是老掉牙 紫色本来就很难驾驭 穿不好就是妥妥的车祸现场 而苏提达这套造型上身后 就像瞬间老了十岁一样 这种高饱和的紫色 对身材发福后的女性很不友好 苏提达王后也不例外 现场的公路照曝光后 甚至由网友犀利点评 觉得苏提达像急了一个紫棋子 事实上紫色是苏提达的御用颜色 以前也有穿得很惊艳的栗子 但是这次的造型却翻车了 除了自身发福油腻之后 高饱和度的紫色本身就很难出彩 这回显得苏提达老气横丘 苏提达王后为了显示自己的谦卑 低头弯腰接学生送来的花环 弯腰驼背的样子很跌法 再加上皇家摄影师没有找好角度 导致苏提达的状态看起来很奇怪 就像是一个活蹦乱跳的棋子 以前的苏提达高贵优雅 被誉为行走的衣架子 任何造型都能完美演绎 如今太王的后宫已经被解散了 苏提达也没有了情敌和竞争者 逐渐开始放弃自己的形象管理 事实证明女性需要终生进行身材管理 只要稍微一松懈就容易前功尽弃 毕竟这个时代已瘦为美 很多礼服也是瘦一点才好看 绑大腰圆真的没有太多美感 苏提达以前在军中服役十多年 但是怡荣怡态一直被吐槽 尤其这次接花环的时候 苏提达简直馋昧到了极点 啼笑肉不笑的样子实在让人喜欢不起来 以前的苏提达沉丸内敛 为泰国王室称起门面 也是民众最喜欢的王后 但是现在却有些得意忘形 甚至连面相都改变了不少 看来王室真是一个大染方 根据泰国媒体爆料 之前苏提达还更换过造型团队 如今看来即使真金白银砸下去 苏提达的颜值还是没有质的提高 反倒还是又土又村 以前的苏提达喜欢佩戴珍珠 给人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 如今却爱上奢华的钻石 每次出镜的时候都是穿金带银 仿佛一个行走的爆发后 这套紫茄子造型真是差点火候 不光没有诠释出任何美感 反倒暴露了王后身材上的短板 身材无五分 而且缩头缩脑 这样的仪容仪态 真是不敢恭维 事实证明 现在的苏提达彻底飘了 太王解散了后宫 苏提达也没有了进步的空间 比起当一个贤德的王后 苏提达只想着如何扶持自己的儿子上位 太王的身边也多了一个监视者